我這邊介紹一下如何在Standisk Max製作一個霓虹燈文字的效果 我首先譬如說在前側視角 把這個視角放大,按Alt加W 接著在建立面板,切換到第二個Shape這個標籤 然後在底端,這邊有一個Text,可以輸入文字 我在畫面上點擊一下我的滑鼠,它會直接跑出預設的文字 我把文字如果需要修改的話,可以到右下角 譬如說我隨便打一個Alt Desk 這個字型如果要換的話,可以直接透過上面的文字下拉選單 我可以直接用鍵盤方向鍵,去挑選一個我比較喜歡的文字 這個文字做好之後,我們讓它產生一個厚度 那我先把這個字先置中一下 我把它點起來,到上面去按一下移動工具 然後接著到底下來按滑鼠的右鍵 把XYZ的坐標都把它歸零 那我接著再回去到這個透視的視角 Alt加W把它放大 那我這邊可以直接加一個修改器 我到修改面板裡面去,然後去加一個叫做Bevel的修改器 好,OK 那我把這個厚度賦予給它 好,我把這個Level1,然後把這個數值稍微提升 好,那我再給它這邊做點小的斜角 把Level2把它勾起來 好,勾起來之後同樣把這個HIDE稍微推出來 那底下第二個欄位這邊有一個Outline 好,我可以把它稍微縮小 好,結果那個斜角就跑出來了 好,那接著我把這個視角呢 就是把它切換到Front 好,我在右上角這邊按一下Front 好,把視角稍微拉正 好,然後畫面稍微弄遠一點點 好,大概像這樣子 好,那我在這個視角來建立一個相機 我按一下鍵盤的Ctrl加C 好,那我現在去做一些算圖的設定 我到上面來按一下Rendering Render Setup 好,那我先把Mental Rate這個算圖引擎先把它打開 好,捲到最底下 然後把Assign Renderer面板開啟 好,然後按一下右手邊這個點點的按鈕 把那個Mental Rate把它開啟 好,按一下OK 那接著我去設定一下算圖的尺寸 好,我把這個Alt Size把它設為是HDTV 好,那這邊有幾個預設的Size 好,那我想這邊可以再設小一點點 也許我把它設一個750好了 好,那設好之後 我把這個算圖的對話框把它關閉掉 好,那我們接著把這個文字呢 套用一個材質 好,我們到右上角去把材質編輯器把它開啟 好,那這邊有幾種可能性 第一種的話我們可以試試看把這個Alt Size的材質把它叫出來 那叫出來之後我們可以先把這個材質呢 先套用到我們的文字上 好,那接著把這個材質呢 就按個兩下滑鼠左鍵去開啟它的設定對話框 然後稍微卷下來 好,卷下來這邊有一個叫做Safe Elimination的面板 就是我們所謂的自發光 好,那把這個把它勾選起來 好,那顏色的話可以自己來設定 也許我這邊我希望去做一個 也許桃紅色的一個螢光的效果 好,那設好之後直接按一下OK 好,我們來可以測試一下算圖 好,那目前算好的結果是這個樣子 它沒有產生任何的光暈的效果 那如果想要讓它有一點光暈的感覺的話呢 我們可以到Rendering選單 Render Setup 然後接著我們這邊切換到Render的標籤 然後稍微卷下來 好,那這邊有一個叫做Camera Shaders 好,我們可以直接把中間這個Output的選項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我們再去做一次算圖 好,到右上角按一下算圖的按鈕 好,那目前算圖的結果變成是這個樣子 那這些光的強度呢 可以直接在我們就剛才這個材質裡面來進行設定 好,我們下面這邊有一個叫做Luminance 好,目前強度的話是1.0 那我們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去把它增強或者是把它減弱 好,那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像這個左手邊是用它預設值 強度使用1下去算 那如果使用1.5下去做算圖的話 結果呢 會像是下面這一張 可以明顯的看得出來它就是它的強度有變得更強 好,那除了使用這個方式之外 也可以使用Max它本身內建的一個後置效果 好,那如果要使用後置效果的話 我們首先我們先到剛才Render Setup這個選單 我們先把剛才那個光暈的效果先關掉 好,我們來方便觀察 好,所以我到底下來把剛才這個Output的GoGo把它取消掉 好,那我們接著再回到材質編輯器裡面去 好,如果要做這個後置效果的話 我們首先要給它一個ID 好,那到時候這個才能跟光暈的效果 好,能夠對應上這個ID編號 好,那我們把點選起來 然後在左上角這個地方 好,有一個材質ID的設定 好,我把它按下去不要放 那它這邊一共有15個編號 那這個編號可以任選 好,譬如說我把設為是5號 好,那設為5號之後呢 我就可以直接把材質編輯器把它灌掉了 好,那我們接著去按一下Rendering 然後去選這Effects 也就是所謂的效果 好,OK,那我們接著按一下Add 我們來增加效果 那這個效果叫做Length Effect OK,再按一下OK 好,那我們接著把它捲下來 我們在Length Effect裡面 它有好幾種特效 那我們這邊所需要的是叫做Grow 好,那把這個Grow的效果把它加到右手邊來 好,再稍微往下捲 好,那我們接著要把那個ID指定上去 因為我們剛才把材質指定為5號嘛 所以這個5號要必須要賦予到這個特效上面 好,所以我切換到Options這個選單 然後去勾選Material ID 好,那把剛才那個5號把它設定上去 好,那設定完畢之後呢 我們接著稍微捲上來 那我們這邊可以用一個比較即時的一個效果預覽 好,我們可以去勾選 這邊有一個叫做Interactive 好,把它勾選起來 那這個時候它就會即時去做一個算圖 好,那我們發現現在效果很奇怪 好,那我們可以先把畫面再捲下來一點點 好,然後切換到剛才就是左手邊這個參數的標籤 那目前這個size太大了 目前是30 那也許我給它設小一點點 我設一個3試試看 好,3還是太大了 也許我給它設一個1 那另外顏色 顏色的話可以在底下這個地方來調整 好,那如果說想要使用文字它本身的色彩 好,譬如說剛才那個文字的桃色 好,那可以直接把這邊有一個叫做 Use Source Color 好的,這個藍位把它調到最大 好,那這樣子的話就會呈現文字本身的色彩了 好,那我想我們這邊可以把強度稍微降低一點點 好,譬如說我給它設一個65試試看 好,那65顯然效果又太弱了 好,那我把效果反過來給它稍微加強好了 好,但是我把那個size給它稍微降低 好,譬如說我設為是0.1 好,這樣子 那這樣可能比較有點接近像是那種霓虹燈的感覺 好,所以透過就是size跟intensity的這個調整 一直調到一個比較自己想要的一個效果 好,那我們再看一種可能性的做法 好,那那個我把材質編輯器再把它打開 好,那有的人會使用就是另外一個材質 而不是使用就是art design或標準材質 好,那我們可以到左手邊來 好,左手邊的話,我們這邊有一個材質叫做mental rate 好,我們把這個mental rate的材質把它打開 那打開之後呢,它必須要搭配一個maps 好,把它捲下來 好,這邊有一個叫做grow 好,那我把grow把它拉出來 然後把它套用上去 那請注意一下,它這個mental rate的材質的話 它沒有辦法去搭配我們剛才的後製特效 所以即使你這邊把它設定了正確的material ID 好,像我們剛才那個光暈的效果 我是把ID設為是5號 好,那我這邊把它設定一個顏色好了 你可以把那個grow的這個map把它打開 然後上面有一個grow的色彩 好,我這邊也去把它設為是剛才那個桃紅色的色彩 好,那下面有一個強度 也許我強度 我試試看把它提高好了 把它設為是5號 好,那我把這個把它套用上去 好,那套用上去之後呢 我現在如果說去做一個算圖 我們會發現那個顏色有上去 好,但是剛才那個特效並沒有跑出來 好,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把剛才那個特效 好,既然沒有用的話 我們就把它關閉掉了 那我們可以改用就是我們剛才所使用的 好,在Render Setup裡面 好,你可以去回頭 把那個camera shader再把它勾選 好,把它勾選起來 然後再去做一次算圖 好,變得像這樣的效果 好,那如果效果太強了 好,我們可以再回到剛才的材質編輯器 好,我們可以直接針對這個girl 也許我把brightness把它改為 也許編輯一半好了 好,然後再算圖一次 好,那2.5就太弱了 那也許我們再稍微再往上調 也許調到3.5 好,所以這大概就幾種 就霓虹文字 可能性的做法 好,供大家做參考 也挺喜歡 好 做到 如果 動畫 動畫